大家好呀 我是妍妍 昨天拉了几项肉肉回来 这会儿去给大家看一下 是计划着自己脱土 然后控养的 这就是昨天到的肉肉 这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我每次看见这个美杜莎 我就想起我上次的那个美杜莎了 上次的那个美杜莎 我拿回来的时候比自己还绿 然后养了一段时间都超美 所以说看见合适的美杜莎 我就说想拿一些自己回来脱土 然后重新种 上次那个美杜莎 你看到后面好漂亮啊 到现在我们家里一盆都没有了 所以说看到美杜莎 就想自己再养一些 超好看 尤其是喜欢这些仔仔 虽然这次的猪 就是整猪不是很大 但是它的宅也是很多的 就需要自己养一段时间 养一下 养一下就美了 你看好多仔 每一颗都好多好多的仔 看最喜欢辣辣小购楼 它是整裙无砍的 我喜欢这种像手捧一样的 其实好多都像手捧 你看这里 这一次我好像拿了两件辣辣小购 就是我自己控养一些 特别喜欢这个品种 出状态了超级美 还有暗宾 这个暗宾其实它这种头型 就是造型我不是特别喜欢 但是我想说给大家养一段时间 养了然后下半年啊 或者什么时候半叶子啊 想要叶擦一些 它出状态是很美的 就是说这里面你看嘛 四个头的 其实我喜欢就是说三个头呀 或者是像这种四个头 我都还可以接受 其实我最不喜欢这种对称的势头了 对称的势头 不知道为什么 莫名的没有好感 其实这一次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 这个是那个劳伦丝 劳伦丝你看 全部是这种手捧的 基本上都是这种手捧 你看它是无砍头的手捧 你看抱了一圈圈 我觉得这个控养出来肯定特漂亮 待会来 你看这全部都是一圈圈的窄 它不是像那种 像这种 这种抱的不是很满的 这种就很少 你看这边 全部都是抱了一圈的窄 还有刚刚的这个 这个是在我们这边 亲朋的这个大鹏拿的 这个广海洋工 我觉得颜值还不错呀 就拿了一些 说自己回来也养一养了 现在我觉得在外面 买广海洋工还挺少的 然后就拿了一些 还有什么这个 晚霞啊这些 就拿了一些比较少的 还有这里还有两颗 这个可爱玫瑰 这两颗可爱玫瑰 还挺好看 好了对着妈妈的这个花 瞄准花没有 瞄准了 好 不用按它了 不用按 妈妈把这个花花理了 把枯叶也理了 里了好重新种起来 种起来 这个就超级漂亮了 按什么呀 不用按 不用按 妈妈弄就看 你看 妈妈 这个有点太重了 哦 看我每次把这个枯叶里了 里了之后 我就要剪根系 我一般都会剪 看把这些毛细根啊 稍微长一点的主根 全部都剪掉 其实我每次修根 修的挺厉害的 修了重新 那个种 种着它又会长新的根系起来 基本上把这些毛细根都剪了 然后剩一些这个主根 在下面就可以了 粗一点的 其实都还可以再修一点 修这样就差不多了 看 就这样子修 修好了 然后给它晾两天 晾两天 草草插着 以后这个就是一个完美的手捧花 就现在这上面有点丑 等长一段时间就没了 这会儿到这边来给大家汇报一下工作 燕燕这两天在家里面疯狂种肉肉了 你看这上面这个架子上面 是不是都不一样了 虽然看到花都差不多大同小异 但燕燕整了很多那个大盆的 因为我觉得大盆的放成一排 会好看一点点 如果是放的小盆的话 它就会密密麻麻的要放两排 才能把架子给摆满 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两天种了哪些肉肉 一大颗的阿伦培 这个是那个薄化妆 从那个地里面拔起来的 南国初恋 这个是什么 红奇尔 忘了 这个是之前种的那个小叮当 一大盆的哈里沃森 白凤 然后白牡丹加香草 还有地亚 上面的雪芋 柠檬玫瑰 还有那个乔伊 还有这边的红孔雀坠花和奇罗 这个是那个初恋 还有特玉莲 还有这边的那个 阿伦培 还有这个绿蔷薇 种了一大盆的这个新豹 还有这边的这个山设景 山设景特美 我特喜欢这种感觉 好喜欢呀 还有这个植物 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两个木箱 现在已经长得满满的了 还挺好看的 你看 之前稀稀疏疏的不怎么样 现在长满了 一下就变美了很多 这会儿太阳出来了 有点反光 这边的架子上也全部都放成大盆了 我准备把前面院纸 前面院纸就全部放这种大盆的肉肉 然后后面院纸就放小盆的 我觉得只有前面这种大盆的肉肉 才能显出那种气质 我觉得我这本韩国初恋戏的还挺好看的 现在越来越喜欢这个兔兔的手捧的这个鸡丘莉了 现在粉嘟嘟的超美 比之前好看多了 刚种的时候丑的都快崩溃了 你看现在都是粉嘟嘟的 我觉得今年特别喜欢这种兔子花盘 觉得特别有感觉